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得多坐在那裡就氣喘了 一會兒就沒事 住在山坡上出入要上車下車 多年來張婆婆都習慣了 不過近幾個月就開始覺得 氣喘不太順 慢慢走慢慢坐 走到那裡就坐到那裡 走得久的時候做事會氣速 做事然後停在那裡就氣速 氣速到一會兒而已 張婆婆本身有心血管疾病 做過通波仔手術 早前一次檢查 醫生發現婆婆隔主動脈心反 鈣化情況嚴重 通常這些時候 病人就會有些症狀 包括氣喘 平時做的運動 做到的但現在就開始做不到 甚至有些病人可能會暈 或者是胸口痛 各類型心臟衰竭的跡象 是有一個潛伏階段 身體其實對於一些身體機能的退化 其實它本身會用一些另外的機能去做一個彌補 但是當有症狀出現的時候 即是身體的對抗機能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 而當一些症狀出現的時候 旺旺的情況便可以測得很快 心臟內的心房之間由心反分隔 心反會隨著心臟跳動 有節奏地開合 確保血液向單一方向流動 但是當主動脈心反蓋化 血液就會倒流 不可以有效地供血給全身器官 所以心要用加倍的力度 去將血泵出出口而去到全身 在初期心臟會發大 即是好像一些肌肉會增厚 去抵抗一個很窄的壓力 因為門口實在很小 長圓累月 它都會有一天頂不住這個壓力 就會令到心臟衰竭 醫生說 輕度和中度患者未必有病症 但是當有明顯病症出現 如果不做手術 死亡率就高達五成 當超過75歲 就有1%的機會出現心反蓋化 病人是衰老 鼻都無得鼻 其實就沒有辦法可以預防 但是預防最好的方法 都是及早察覺一些症狀 還有可以做一些去找醫生做身體檢查的時候 可以找到一些跡象 比如說血壓的變化 比如說一些心電圖 或者有些不同的類型 一些細微的跡象 都可能可以讓醫生知道有這個情況 我們和你做一個心臟超聲波 這個發光的地方 就是主導盟心反 發光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是年紀大 所以有些蓋化的情況 中間我們都會看一些壓力 而在超聲波來說 就會發現有些顏色 用這些顏色 我們可以看到有幾嚴重的倒流 以及某些位置窄的程度有幾多 婆婆已經84歲 醫生建議她接受比較微創的 導管治入人工心反手術 現在本港用導管治入人工心反 可以經三個路徑 最常見的是經骨動脈 即是大腿附近開微創傷口 沿著血管進入主動脈放入心反 而短一點的路徑 可以直接由主動脈放入導管 或者由心尖插入 只不過我們走一條捷徑 在主動脈直接把導管放入心反 所謂經深尖的話 深尖最尖端的位置 開孔 就會直接把導管帶入心反的位置 人工心反經血管放入 所以要用可以壓小的動脈組織心反 取代傳統金屬心反 豬心反的好處就是不用吃薄血軟 不過它有一個不好處 因為它用動脈組織做 它會再退化而再壞 一般來說 我們從以前的經驗來看 豬心反一般都可以熬到大概15年左右 它都會有一個慢慢再有蓋化 再需要重做手術的機會 還要靠這條導管在血管裡引路 有一些可以扭動的位置 就去幫助導管去轉不同的角度 就是方便我們去經過大動脈的時候 因為它都有轉彎的位置 有不同的角度的時候 這條導管都會相應地幫助我們 去一個適合的角度去過一些不同的位置 將導管放進身體前 我們就會有些儀器 將心反壓到扁 好像這條導管那樣大 這樣就會是把它壓在 這個導管最尖端這裡 就會有一個氣球的位置 就將氣球撐起 然後就好像這樣 心反就會張開 就將病人自己的心反 就會迫開了 而這個心反就會即時運作 三種路徑怎樣選擇 馬力的團隊評估過婆婆的情況 做了血管造影、超聲波等的檢查 決定選擇比較短的路徑 以主動物為起點 因為你的血管很幼 而且你的血管有很多雜質 走過大腿那邊的血管進去 怕會弄壞血管 所以就會在你胸口這裡 我們會開個細傷口 我們就會找到你那條主動脈 就直接將導管進去主動脈 如果是大手術 我都沒有做過多分 都算大的 不過叫做微創了 我知道微創了 我知道微創了 我做過了 是嗎? 你做過了 微創了 有幾個洞 這次就不是幾個洞 只是幾個洞 加起來 兩次左右 一個這樣的傷口 好嗎? 聽過醫生講解 婆婆也覺得安心 她說不是開刀的手術 做微創那些 微創我做過 做過不是很辛苦 那我就做了 如果手術 要開一刀 我就不開了 反正都這麼大 就差不多了 有沒有藥敏感? 沒有 吃敏感有沒有? 沒有 多久沒有自己喝水? 傳統換心反手術 病人要先開胸 切開胸骨 還要先令心臟停頓 再接駁人工心肺機 才可以進行 但是用導管置入 就可以散卻這些步驟 醫生只需要用微創的方式 在胸口開一個大約兩寸的傷口 讓導管可以由這裡放入人工心反 同時用超聲波監擦住心臟 包括心肌的壓力和心反開合的情況 而同一時間 醫生會將人工心反 用這個特別的儀器壓縮 放在導管上面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 醫生就會將導管連人工心反 經由主動脈伸延到主動脈心反的位置 位置準確之後 導管會將人工心反打開 撐住並取代原本已經開發的心反 之後導管就可以拿出來 一、二、三、四、五 經過觀察 確認心反可以正常運作 手術大致完成 可以縫合傷口 球連帶著心反 也很準確地放在心臟的位置 其實心反放進去 即時已經運作 也毫無置疑 情況或功能上 很放心它已經運作 我們看的是X光 超聲波 以及心臟的機能 血壓各方面 我們都可以看到它已經正常運作 在自入人工心反之後 一、兩日是關鍵時間 不必須要監察住病人的心臟 以及身體機能 可否可以適應得到 特別要密切留意病人的血壓 心臟的血壓 因為那道門 突然之間 我們跟它修補了之後 心臟因為長期受了壓力 都需要一些時間 它可以適應 所以藥物上 我們都會用一些 經過點滴的藥物 和口腹的藥物 去將血壓調教到 一個正規的水平 另外也會看看傷口 各方面 相比傳統換入金屬心反 需要舉開胸骨再接駁儀器 現在未創手術 只需要一個多小時 病人承受的創傷和風險 都大大減低 嬢婆婆做完手術之後 兩、三天已經可以下床走動 一個星期就出得遠 休息個多月 不再覺得氣速 生活回復正常 好像沒事一樣 是痛 傷口痛不痛 痛得很舒服 不會痛到二二一聲 傷口也都差不多埋口 當然不是很大力地移動它 就是這樣忍一下就算了 接受道館微創手術 婆婆的康復時間大大縮短 亦都不需要長期食藥跟進 只需要多些走動去公園行走 短時間就可以回復患病之前的生活質素